直到老师仔细的讲解 回甘的动作与用力的支点 学生们在听完讲解后开始轮流打击 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够打得很好 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借这个机会让他先去 在小的时候先去尝试看看 以后他就是会有一个扎根的结果 慢慢就会跑出来 因为这些小朋友都很活泼 所以其实要慢慢来才会让他产生兴趣 因为有兴趣以后他才会去认识才会去看 也许他就是种子会去发芽 但是他的定性还没有很稳定 所以他会 我们就把他当成在玩乐一样就好 让他先起 让他慢慢长大 慢慢他的自立跟智商慢慢成熟 其实他球就会慢慢稳定起来 草屯国小致力于多用活动 高尔夫球社团是学校非常重视的一环 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 学生不管是技术或是定力 都有明显的增长 也透过高尔夫球运动来训练小朋友 自主自律思考的运动精神 这三年当中要谢谢许教练来陪伴小朋友 让他们不管是技术或者是定力 都日日的来增长 我们希望小朋友 借由高尔夫的基础训练 日后也可以敞扬在三连之间 然后呢 就是享受高尔夫球 这个运动之美 我们之后呢 也会尽力的把它推展在体育课 希望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 也来跟徐老师来学习 不只是我们这20位社团的小朋友 让全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 学习到高尔夫球 学校努力推动高尔夫球的运动 从退肝集会刚开始 让小朋友有概念 学生们都认为打球是一项很快乐的事 不只让自己更健康 并且也能够增进球技 很开心 然后平常要练 虽然要练很久 但是有成就感 有一点紧张 但是打得成功自己还比较满意 这项高尔夫球的运动 在草屯国校已经推动三年了 学生们越打越有兴趣 每天都利用晨晦的时间来享受挥干的乐趣 虽然进步的速度没有办法向其他球类来得那么快 学生能够慢慢打下基础 从中得到乐趣 自信也是学校所乐见的 记者洪一伦草屯真采访报道